十年前阿耶松大禮,強國自由行湧出來香港消費 創造香港零售神話,一街都是名店藥房,舖租天價 來到今日零售嚴東,表面上業主最傷 實情是大部分由老牌家族持有的舖位,租金一早吃到盡 市場預期零售嚴東,舖租會劈價五成 就這樣看的話,業主就是最傷那個 不過我們看回全港龍頭鋪記錄 大部分由老牌家族持有的舖位,租金一早吃到盡 就好像中環Coach旗艦店一樣,其實都是李國寶家族持有 03年將地下租給Bony Shop,月租只是20萬 2007年舖位就轉租給Coach,租金已經去到200萬 外場租金零收60萬 再到2012年,租金再超大幅提升 舖租年外場,月租720萬 而李氏家族在1955年買入時,只需150萬 一年租金回報高達57倍 月租720萬的Coach旗艦店 上星期一率先為龍頭鋪流第一滴血 提早兩年退租正式結業 最終可信正式結業 歴史 謝謝 感谢观看